Hello 大家好 我是陈老师 今天我要向大家公布一个超级兴奋的事 就是真的在等了很久之后 因为我向中华民国政府申请了一个专案 台湾政府真的给我申请了一个专案 并且颁发了一本新版的中华民国护照给我 然后我真的是想要公布这个讯息很久了 这是前几天颁发给我的 我一直真的是 这几天我现在黑眼圈还蛮重的 因为我一直没有睡着觉 给你看一下我的护照所以... 护照实验好像不能给大家看 因为这个照片好像有点不太像我 好像长得有点像... 有点像这一位 这是你的护照吗? 对 这是我的护照 我护照怎么在那边 Hello 大家好 我是89 早点说嘛 对 原来这本护照是他的护照 我看一下 对啊对啊 OK 姓名89 OK 姓名应该不是89 你为什么叫89我觉得很奇怪 89在你们那边的意思是那个嘛 天安门嘛 但是89在台湾的意思是 8加9 8加酱 哦 好像是不好的 对 就是流氓小混混 所以你以前是小混混出道 不是 这就是因为我跟我朋友开玩笑 我早期做这个频道的时候 我另外一个朋友叫流浪汉他的义名 就是我们乱取的 而且说我们取个义名 都好怪的名字 对 因为那时候不要取本名 取本名的话很尴尬 对 本名我也知道 本名也是公开的对吧 对对对对 我想说 哎 我们都想不到义名 不然你很邋遢我叫你流浪汉 然后他说好啊 你要叫我流浪汉 我就叫你8加9啊 那你就叫89 哦 原来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OK 了解 对 所以刚刚这本护照呢 就是8种的护照 对 对 刚刚发生一件很尴尬的事情 因为我女朋友的护照是旧版的 对 然后8种的护照是新版的 对对对 但是呢 这个护照上面呢 因为旧版护照上面有China 然后下面那个华裔的那一个柜台 对 他问你是中国人 对 他就说 You come from China? 对对对 然后因为他也觉得奇怪 他可能知道中国护照不是红色吗 所以他就问一下 你是中国人吗 怎么是绿色的大概 对对 所以他才会有这样一个疑问 对 然后你就跟他解释了 就是台湾护照 对 他就说I got you 对 他就理解了他们 因为他也不是中国人嘛 所以他们还是比较好解释的 然后他就说来自台湾 所以我觉得新版护照更新了之后 真的是蛮有意义的 因为上面他就把一些 算是过去的一些东西吧 历史 因为现在也不太符合现在的这个状况 对 所以他就把那个China的标志 放到这个中华民国logo里面去了 对 对啊 其实大家应该都看过这个 这个护照新版的照片 我觉得还蛮实在的 这样台湾人出去之后 也就不会被误解 就像刚刚那样的状况 对 还是有意义的 对啊 干脆把这些都换掉吧 不行 这样会被骂死 其实是这样啦 就是这是个过程 哦 是个过程 这是个过程 我是觉得我也认同中华民国也没有关系 都可以 我是开玩笑 对啊 当然当然这个就是未来 我们自己决定看怎么做啦 把中文台湾放上去 对啊 就是其实 其实我是个台图 但你说我反不反对中华民国 目前来说不反对 也不太我觉得 对 只要他的国土不含 所谓的大陆地区 对 我是还OK啦 我们的观众在我的粉丝群 就是我说八种会来找我们有一个video 大家有什么问题问 嗯 然后就很多粉丝列举了十个问题大概 其实蛮多人想问的 但是太多了 因为太长的关系 所以我就选了十个 是 第一个也是我想问的 就是为什么叫涉图日记 然后 我觉得你可以取更好听的 我老实讲我觉得涉图日记 这个名字很难听 对 跟你的频道没有任何关系 其实你取八种我觉得还还蛮好听的 但是涉图日记 对 就是这个我跟各位讲 我一开始为什么取涉图日记 就是一开始我跟我别的朋友 还有流浪汉 我们想做一个娱乐的频道 我们想要弄一点青山涉的东西 所以涉图嘛 就是这个很涉的涉朗的意思 后面就这个韩国瑜就冒出来 我们就觉得拍他有趣 就做他的影片 慢慢找到定位 对 但是被大家认识到的时候 改名来不及了 对 你想40万50万70万现在改 突然可能改叫什么 别的名字大家会乱掉 也找到自己发展的定位之类的 对 然后未来会不会想要改名 就是频道改一个 像是什么 比较符合你这个当下时事 真实相关的 我一定想要改啊 但就是要看你有没有这个应用机会 或者就是叫八种也蛮好的 对啊 就是八种来了也OK 对啊 但不是要抄袭你的吗 没有很多人都叫什么来了 OK 有粉丝想问你什么时候结婚 我不知道 难道是非常喜欢你的粉丝吗 就是说 关心你什么时候结婚 什么时候结婚 我觉得结婚就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 我想要再玩个几年 我的玩不是me too哦 先让我问你们一件事 如果有陌生人 记下你们一天在网络上 所做的所有事情 你跟谁聊天了 看了什么网站 甚至你的个人资讯跟密码都有可能外写 你觉得如何 但我要告诉你们 这正是你们每天上网时所发生的事 你们的网络服务工艺商 他们可以知道你曾点击过的每个网站 这就是为什么我每次上网都使用 ExpressVPN 它可以在所有的装置上使用 如果你认为隐私不重要 嗯 ExpressVPN还可以为你做更多的事 比如你可以随意的更改你的网络位置 像是Netflix Disney Plus 它其实会根据你所在的国家位置 来提供不同的节目 甚至是更贵的价格 例如陈老师我喜欢在Netflix上面观看韩剧 但是在台湾或者是美国 看到的韩剧其实非常的少 但是只要我打开ExpressVPN 将我的位置更改为南韩 我就可以看到更多最新的韩剧 同样的你把地址切换到日本 你就可以看到更多最新的动漫 如果你关心隐私 以及想要解锁更多的节目 现在陈老师我跟ExpressVPN合作 为你提供最新的优惠 只要点击影片说明中的连结 你就可以获得免费3个月使用 世界排名第一的VPN 还在等什么 赶快行动起来吧 很多观众也很关心的 尤其是我非常关心的 为什么你可以做到日更 而且来到美国 我每天把握手机 主页都是八九 为什么 why 你怎么做到的 就是 啊 我跟你讲 你有员工有团队之后 你必须要负担这个责任 你要去日更 你要去养员工 虽然你出来旅游 大家出来旅游就是放假度假 但没有办法我有团队要养 所以我必须还是得日更 有些频道你看坐着坐着就凉了 万一哪天你也凉了坐下去了 可能两岸的局势也改变了 有没有想过这一天 之后就是频道会没有 有没有像游戏频道变成停更频道 你有没有想过 之后会停更啊 或者是改变方向之类的 我觉得近50年很难啦 因为中共这个真的 你说它什么时候倒 大家都不知道 可能跟苏联一样 50年不倒 可能明天就倒 所以我现在在做转型 有吗 我现在做的转型不是频道 所以我私底下有想要经营一些副业 比如说我年底要开餐酒馆 我看你蛮常在那个社群 那个限制动态喝酒 对对对对 我蛮喜欢喝酒的 还有一个就是7月 7月的时候 我这个衣服的品牌要推出 来到美国有什么让你觉得意外的 然后觉得跟台湾不一样啊 体验最好的就是交通 美国的交通比起台湾 真的是数字好上太多了 比如说美国的城市规划 虽然看起来 体验起来没有亚洲城市这么的繁荣 那么的便利 但是不得不说 美国的停车是真的很方便 你不可能找不到停车位啦 一定会有停车位 只是这个停车位的价钱 你付得起而已 那在台湾来说 因为我们是这个城市 是叫什么 商住混合 那商住混合就有个问题是 很难停车交通乱象 那美国它如果是在郊区的话 它是一个区域一个区域 很多的店家都在那边都是停车场 是 对这点我觉得蛮不错的 台湾比美国好的应该也蛮多的 当然当然 就是以我来看 我是不想住这里 我宁可去台湾 我觉得就是 因为毕竟这是 亚洲买食物啊 还有一些习惯来说 只是说我觉得台湾交通的话 可以借禁一下 包括借禁日本的我觉得也不错 对啊 还没有想到什么 感觉美国不太好的 比台湾差近的人 我现在还没有被抢劫 也没有被开枪 所以这个治安来说的话 我不知道到底好不好 但是确实路上 蛮多流浪汉 然后蛮多怪怪的人 会可能自言自语 然后会大骂 对 疯子超级多 我来美国干 去哪里都有疯子 捷运公车上到处都有疯子 在那边风言风语 超级多 我没有搭捷运跟地铁 所以我可能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并没有觉得美国很乱 因为你搭过嘛 对我经常搭 他们的捷运是很脏还是很 弯曲的旧金山的捷运还蛮干净的 但是纽约跟洛杉矶的就比较脏 尤其是纽约的 你会看到上面还有很多老鼠在炮 然后很多人可能真的 直接在捷运站里面排便大小便 捷运站没厕所 没有 捷运里面有垃圾桶 垃圾桶他倒是安置了 垃圾桶上面不是有个圆口吗 那有一个黑人就直接跳上去 裤子一脱 然后拉到里面去 对他还知道拉到一个 有些就不管了 就随便拉 那个人黑人还蛮有素质 他知道拉到垃圾桶里面 蹲在上面 哇那个真的是 就来来往往的人都有 然后就看着他 原来如此 美国的食物会比较贵吗 美国的食物 因为身为一个亚洲人均 比美国少那么多的国家 你当然一开始来到这个国家 你会以我们的标准去看 吓死人 因为我之前去过欧洲 我以为美国跟欧洲差不多 其实欧洲也是很高 但是我觉得还能接受 但美国比欧洲高太多了 吓死人 尤其是这个服务费也是比欧... 那是小费 小费 也是比美国... 比欧洲贵很多 餐也是很可怕 很可怕 对我今天去韩国的时候 就是经常外食在外面吃 但是在美国 不敢 不敢 我都是在家里面自己做 打开YouTube去看学习怎么做菜 对 没有办法 这边的人工费就比较贵 所以 为什么有些中国人 要从中国润到美国来打黑工啊 宁可是黑工都要在美国呢 为什么 因为美国只要涉及劳动的部分的话 他的工资就高 对工资报酬就比较多 所以很多人才冒死走线到美国来的原因 原来如此 对啊 那还有网友留言说 这个比较尖锐 对如果两岸发生军事冲突 你会留在台湾还是去国外 讲真的啦我讲一个最实际的 假如说两岸发生战争 台湾好巧不巧守住了 我们不要说反攻什么 就不好意思他守住了 那我以后怎么混 我以后怎么在台湾生活 即便我人 对 即便我人到了美国 或是到了欧洲 对 那我又何颜面去面对相亲父老 是 对啊 其实这只是说 比较现实的层面去说 但我内心就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本身私底下 很冲的一个人 是 很冲所以 你要来你就来 我就跟你干到底 是啊 那还有观众问 你有去过中国的哪些城市旅行感觉如何 我去过上海苏州南京 都蛮发达的地方 上海苏州 对这个 这个就是浙江户吧 这区 江浙户 这区都蛮发达的 对 其实我蛮想去北京的 这个 从小也是有受过中华民族的那种情节教育 想要去看那边的风景 想看一下紫禁城 那边还蛮棒的 像是一些长城 有机会还是可以去 你应该 我就直接把最后个题目放到前面 我会把 就是你如果去中国的话 会不会被抓 一定会被抓啦 一定会被抓 就是这个 我没有办法去实验 我到底会不会被抓 因为这个实验只有一种结果 对 就没有回来的票了 对 就单程票 就永远不会回来 但我 但我有在想 就是 面对这种台独的东西 其实中共 他可能不会去抓我 对 他不会真的把我抓到 他会 跟我说 你可能要在这边滞留 多久 然后你拍一些爱党爱国的影片 我才让你回去 对 但是我这么做了 我在台湾也不用婚了 除了江浙河 你还有去过其他城市吗 没有 但是我那个时候 其实我一下飞机 我来到上海的时候 我确实 哇哦 beautiful yeah 高楼大厦 很繁华 对 但是在那边生活久了 因为我不是 我到一个地方城市 我不会只是看表面 我会去走入他的城中村 他的小巷 我会去看当地的招聘广告 或是他的薪资待遇 大多数的小粉红 都会认得你这张入华脸 因为天天在YouTube上面出现嘛 所以我觉得 呃 我觉得你应该算是小粉红最讨厌的男人 嗯 那你会不会担心在生活中 以后遇到小粉红 然后担心被其攻击 我蛮乐意的 哦真的哦 你有遇到过 我没有遇到过 但我想要遇到过 这是个素材 哦 对哦 可以 又有流量又有钱 对啊 你干嘛给我送钱啊 听说啊 你最近来美国是因为参加活动 然后你今天也在频道讲 你因为你的频道的内容而被排挤 就是可以请问 是什么样的一个活动 你认为主办方 就是既然排挤你 是不是因为有中资的渗透 哦 呃 这个是一个美国创作者大会 本来邀请我跟另外一个相同性质的频道组来这边参加 但是后来 诶 这样 等一下 我不知道 这边要怎么讲会比较好 因为那个老板打电话跟我 跟我道歉 哦那就 那就 那就是他有跟你道歉 我有点 好 总之这个事情呢 就如我原本频道讲的那样 但后来这个老板看到我拍了这支影片 然后他有打电话来跟我解释一下 对 但是 呃 我觉得 要不要信 我信不信这个 真的不好说 这真的不好说 了解 你信什么 我信不信老板说的那一套 哦 这真的不好说 了解 所以你会不会觉得是因为 其他的台湾网红因为担心 他们的业配啊受到影响 所以拍剧 多少会有 但是我必须 要跟观众提醒一下 比如说 比如说有30个YouTuber去 那不见得都是30个人反对我 可能其中里面的几个 会不会觉得是有中资的渗透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中资的渗透 但我觉得应该是有些YouTuber 他他的厂商会是中资有可能 过于敏感 过于敏感 自己已经自我审查了 这种状况有遇到过 之前有一些业配他就 明明找到我了 是拍剪辑的 让我推广他的剪辑 然后都快要谈好了 结果不好意思 因为最后审查 就是我们的上层审查你的频道 觉得你这个内容不太适合 因为他们是中国的厂商 所以就没有了 但我也觉得很奇怪 他们在找你之前 应该就要做好功课 这样会让你感觉很差 对啊 对啊 如果 对 这个有个粉丝问的 还蛮有趣的 如果你出生在中国 你觉得你会不会是小粉红 我觉得如果我出生在中国 我会不会是小粉红 我可能 或许喔 国中 我觉得我上了国中之前 会是小粉红 然后说 台独分子 对 我上了国中前 我会是小粉红 但是我国中之后 我应该不会是小粉红 因为我蛮喜欢 读历史故事 这么说吧 我国中 我国小以前是信国密党那一套 哦 是哦 就笨笨的不读书小孩子 我看到中华文英国过去 我会哭诶 感动到哭那个 那你就绝对是 中国的小粉红 对 但是我上了国中之后 我就看很多历史书 我就看一些书籍 然后我就知道不是这样 所以如果我在中国 是不是小粉红 国中后不是 国中前应该是 了解 对 OK 那我就做一个结尾嘛 还是要讲其他的 我看你没有 现在 对不对 你看一下这样时间你够剪吗 中间再剪一些零零七十 几分钟啊 现在十八 然后你把中间那些剪掉 你去估算一下 我觉得 你刚刚那个多少 你刚刚那个超久的 我觉得那个大概二十多啦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问题要问 那我先卡掉吧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 那接下来我们还要去洛杉矶 还有一个其他的影片要拍摄 对对对 大家在期待一下 大家在期待 在社图日记的频道 这个名字太难听了 我觉得它就要改一改 对 OK 一定要改一下 我们现在去唐人街去转一转 OK 拜拜 去关一下 OK就这么结束 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帮我按赞留言 一定要开启小铃铛哦 另外你可以透过加入频道会员 以及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 包括不六个广告观看一遍赞助频道 你的中国好朋友陈老师 我们下期见